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 有很多所证是需要法医来帮我们去证实的 他们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吧 我叫刘良 今年60岁 是华中科医大学同纪医院法医学系的教授 从事法医工作有接近40年 做解剖大概有4000多件 还有临床医学的医疗损害监理 加起来的话六七千件 您好 医老师 我们现在做的检案绝大多数来自公安 检察院和医生行政部门的委托 对他们无法解决的宜兰案件 去进行法医学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并出去施法建立一件书 昨天是不是不想做解剖 因为家里楼子里面有分件 我就告诉你 你这个解剖是对死者有利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 当一个考法医 我觉得要对对起那个死去的人 要让生者和死者都在各自的轨道 空间里面明白地活着 我们可能不接触法医 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种生命的神奇 即便是一具尸体了 他仍然在说话 一开始还是对法医这个职业 还是很陌生的 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肯定只是一个好奇 就是所谓为生者权 为死者言 为他们有这样一群纯粹的人所震撼 我们来到这个节目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的 就是想让大众了解真实的这个法医现状 什么样子的 刘老师好 老师好 老师好 所以呢我就想呢 我们就处置这样一个小课堂 做一些个体的这个经验交流分享会 哇 他怎么还在动 哇 他刚刚真动的是 烧死的人一定要查他的血 他杀 被杀 自杀 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个人 他为什么没有反抗 如果发生火灾的时候 那肯定是会留下睫毛的 会不会吃了什么安眠药 生前烧死的还是时候 我想了想 我去给大家先看一个谜语 我去给大家先看一个谜语 提示一下一个字 提示一下一个字 一个字 金木水火图有关吗 厉害 真的吗 对 你很厉害 因为一个字吗 那就是跟案件有关系 金木水火图 那就是肯定会水里面的案件 或火被烧死的案件 很厉害 应该是在金木水火图里面的 但是呢 你要看看啊 比如说这个里面有陈毅 有语童 有小文 还有小兰 你觉得这几个人 是不是特别火 没有 这个不敢说 好好 就算你不说 他的作品是不是特别火 原来是看我们的这种火 对 所以实际上 我们今天就是讲 跟火有关的案件 我法医有几怕 火场就是一怕 因为人烧了以后就烧焦了嘛 然后就是有的肢力缠了呀 人都缠短了 还有各种各样知识 对这个法医来说 法医在这个火场上面 是要具备的胆量的 在日常过程当中 会有一个开炉的动作 电锯都转出很快 都产生很多骨粉 那个骨粉的味道 基本上就是火场场的味道 还要走进火场 特别在现场做的时候 有很多不良感觉 和有些小法医 他就有畏惧感 所以呢 就要靠你们大量了 首先来一个 文的 羽毛 这羽毛 这个鸡的鸡毛 刷了闻一闻 这个鸡毛应该是公鸡的毛吧 对 你能不能吃公鸡毛还是不错 行针基础 已经很高了 然后呢 大家呢把它划着 要不你也凑过来 我一把给你们俩都烧了 好 你那闻的是火柴头的味道 要闻得烧的烧的热 如果把中间这个煮干烧掉了 那个味道更当点 那我试一下 哦烧尾不一样 对 好 你妈呀 就烧烧的味 这什么味道呢 就是我们人烧了以后 有软柱子的味道 还有骨头的烧的味道 哦 是有点上头这个味道 我们现在闻的是一点点 真正进入火场这个味 也是扑鼻刺鼻的 很浓的味道 这个算是好一点的 这个味道是 如果浓烈的话就很难受 一会儿我们就是有一个 听 我们听一听这种声音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很长 一个人的声音 没有 大支 和我们的声音 要像一个很长的 我没有说 是 你不听 如果我来说 你不听一听 就是这种声音 你有苍蝇在旁边 你驱赶完了它又来 驱赶完了就来 所以我们工作坏 经常有苍蝇相伴 他们应该通过这个声音 体验到这个法医的工作坏 不是那么好 还有一种要命的事情 你抢救救火有水上去 然后热天的时候 你加上水的话 这个实体的腐败以后 我们就用手去摸它的感觉 我们可以把一个盒子放在那儿 把它给折起来 摸盲盒 对 摸盲盒 我的汗毛全都竖起来了 您再说一下 就是摸到的应该是什么 是那种感觉 就烧焦的那一体 烧焦的会好一点点 烧焦的在腐败了以后的 有没有 啊 谁先来 弟弟来 来吧小文 我摸到了一个 就是类似于 就冰冰的 凉凉的 是有一些感觉是一些软骨组织 软骨组织 有 哇 他怎么还在动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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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胆子比我小啊 哈哈 掀起来了 他 他 他刚刚真动了一下 他有两层 你知道吗 我把制服 注意到 哎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刺 他有刺 这绝对不是烧伤的人 这绝 这绝对不是 这是个动物是不是 动物什么动物 但是鱼又没那么大 这是什么呀 我再我再摸周一下啊 我摸上瘾了 还挺硬 就下面 刺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反正 反正他的动物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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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摸出颜色了 他怎么 他怎么 对 这是 哈哈哈哈 说不定这真的是一个火烧伤的 真的是一个火烧伤的 不会 这就是一个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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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得给自己这样胆 一边说着一边 哈哈哈哈 所以从我希望你整个手掌贴上去 我不敢看 反正 但是很冰 然后上面有一些烈烈之类的东西 你小时候看爸爸 你爸爸妈妈做饭都是 碰一块肉 一放在案板上 大家差不多就 你不要多想他 就是这种感觉 就不要多想他 陈毅来吧 来吧 反正都得来 就是进去大概要多久出来 你得在上面 至少要有五秒钟停 五秒钟停 你要感受住他的机理 哎 他那个范儿起来了 来吧 来 什么感觉 这个感觉啊 软软的 好像还软而错 有点冰冰的 他表皮层应该是 不是那么光滑 我 有一些创考 而且他可能还会有一些突袭 他坑坑洼洼 有那个小气泡 那应该是 这个鱼 不是吧 小兰给他揭晓揭晓揭晓 谜底来了 哈哈哈哈 三位鱼 他死了 为什么还能动呢 我不知道 这他刚动了一下 你的手在抖 哦 因为我 我把那个鱼的那个片放起来 他掉下来了 这个我摸到上面有 哎 哇 他怎么还在动 哇 哇 这个 不知道 我知道了 刘涛为什么会让我摸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实际上是测胆量的 很多人就你接触尸体以后 你什么感觉 你说这个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一块冰冰凉凉的东西 就是冰冰凉 那么冰很冰 很冰很冰 没有温度 摸上去就很冰 实际上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一个法医啊 他的视觉 没问题 看什么他也不怕 他的嗅觉也挺好 他就是触觉很差 他见不得那种腐败的事情 他一摸上去呢 上面是油汪汪的 其实你刚才摸的上 这个鱼上面是还是加了一些 用滑的东西 那如果是这样怎么 必须得克服 基本上就是要么自己克服 要么我们就协作 交搭档 团队 对吧 我们周老师 他有鼻炎 所以他闻 他闻不着 所以遇到臭的事情 那请周老师你先进去 他把那个气外的扇子 扇完了以后呢 所以当这个时候我就进去了 因为我的秀就很敏感 去相互配合一下 毕竟每个人还是有弱点 在毛发音 我要是闻到那个臭味道 很快就有点胖胃 就会想吐 好 那我们就进入到真正的挑战 刚才那个只是入门砖 现在讲一个案件 有一天一个男的 他家中起火了 发现他是尸体的 仰恶在他的被子上面的 但是胸口呢 有一个手机 手机充电了 带着电源的 妻子就说呢 当天晚上回去 我们他老公在一起吃了饭 还喝了酒 睡觉以后他早上七点钟 他就出门了 但是到了九点钟 才报了何摘 所以他就不在现场 就认为他是一个生前烧死 有一本法医就不干 就是好像不像生前烧死 好像死后 焚了尸体 好 问题来了 如果是一个死后粉丝的 这种人躺在床上面的 那么他不出现 被烧的不会在那里 他的皮肤上有红斑的区域 红斑是认为他的皮肤还是完整 给一个模具给你们 你们把你们觉得他不可能烧掉的地方 标出来 他不应该被烧到的地方有红斑的 那肯定是背面 可是床单着火了的话 最快烧起来不就是背面吗 那就全身都能烧得到呀 脸烧不到 牙齿 脸烧不到呢 脸牙上怎么检测红斑呢 他有一个红斑呀 我想皮肤没烧到的地方 大腿内侧 我想一想 来 贴吧 贴吧 肖文那个是 大腿内侧 大腿后面那两块 后面是吧 我贴的是后脑勺跟嘎吱窝 你贴的是 你贴的是嘎吱窝 你也贴嘎吱窝 基本都是对的 是吗 它是 它是 跟那个接触面 床的接触面 没起火 所以这个火烧不上去 再就是那个隐蔽的地方 垫下 垫下呀 大腿的内侧 所以这个是 留下来的这个痕迹 这个痕迹 其实在现场上面 如果能发现完整的皮肤 很难得的 它要烧的全都烧掉了 上级法医去了 就去找这个男性的尸体上面 结果发现什么东西呢 它的身上有一片的那种红斑 这个红斑呢 就是我们说人皮肤被烧了以后 它开始是可以出现红斑 严重的会出现水泡 再严重的话 这个整个皮肤就掉下来了 但是就烧了以后接着能夹 甚至再严重就烫化了 这个是有烫化的 但是有一地方是没有烫化 只有红斑 那所以它的那个火不是应该非常大 那就是从红斑推测出它死亡时间了 对 并不死在那个火的时间 有可能是 扫鱼那场火 所以这个事情又有一个问题了 就有干扰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烧死的人 一定要查它的血 看它血里面的这个 这个益氧化碳的浓度有多高 看那个碳氧血红烂白浓度怎么样 如果活人的话 这个气体吸进去以后 它就跟血红烂白结合在一起了 形成碳氧血红烂白 就是我们人有丝斑嘛 就是会坠机引起的那个红色斑块 当这个益氧化碳 碳氧血红烂白出现了以后呢 这个人的这个血液啊 是一种鲜红色的 红得像樱桃 所以它叫樱桃红 这种血液如果沉到这个皮肤上面去 就会出现樱桃红的湿斑 这个人除了血液 除了这个湿斑都没有 没有这个碳氧血红烂白 更加证实 这个人不是的 但是 因为我们在做毒化验的时候 是不会只查碳氧血红烂白的 还会查很多东西 他说晚上喝了酒吗 是吧 就查酒精 你看是不是有安眠药啊 是吧 安眠药有 酒也有 酒精也有 但是两个很奇怪的是 这个酒精呢 它是400到500毫克 是致死量 它有多少呢 它大概是200多一点点 只有中毒量到致死量 安眠药呢 也不到致死量 也是一个中毒量 就是它是活着的 然后因为要遇到这个烟火 它被眼睛闭得很紧 所以因为闭得很紧的话 你那个睫毛就保护起来了 外面的睫毛烧掉了 它是两个眼睛 眼皮之间的睫毛 它保得下来 如果是死亡的呢 如果死亡的眼睛 它就是自然状态嘛 睫毛都会烧掉 不会留下的 所以我们法医要睫毛症厚 但是 它的这个睫毛 全部烧掉了 所以它关键不死于这场火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推断 它肯定不是自上 所以这个就出现个问题了 又像是生前的 又像是死后的 到这儿了 能猜出来 按键吗 拨开那些迷雾 没有搏斗啊 打斗的时候 没有外伤都没有 我觉得不是因为火烧死了 其实看那个受害者死的时候 脸很平静 其实就已经可以证明 肯定是死后被烧的 对 我也觉得它是死于火灾之前 这种一般都是 这种一般都是妻子或者是老公 情杀 他想用安眠药的意图 应该是想让他能在家多睡 对 然后制造我不在场的时候 所以那就一定是他杀了 那我认为 其实真的发生大火的时候 人他肯定是身体是紧的嘛 就两个拳头握着嘛 所以这也是可能 最大的推断 他肯定不是自杀 他肯定不是自杀 不是自杀 是的 肯定不是自杀 我也觉得是 对 肯定首先排除了 那个人肯定不可能 真的忍受这个 这么长时间 就造疯了已经 我认为可能这个人 他已经 他可能休克了 他可能被毒烟已经熏得 已经中毒了 他可能没有力气去逃亡了 所以这一方面 不用想那么多 这个就一定是死于火灾 发生火灾的时候 他肯定是活着的 您给我们解解这个题吧 最后发现是怎么回事 解题吧 盘金莲杀五大狼 就是这个妻子出尾了 然后就那天表现特别好嘛 做菜啊 吃饭啊 让他喝酒啊 实际上在他睡的过程当中 已经开始进入睡眠垂危状态 他用的是一个烟头 让他把那个棉续 慢慢慢慢地引蓝 这要延迟时间了 他是要萤火慢慢烧烧烧烧 他走出一个 他可能还能熬得住嘛 火丢上去 然后制造一个不在现场的 一个场景就走掉了 我还没想到 他老公留下的线索 对 肢体会说话 对 在火场的肢体也会说话 对 您花了多长时间去破了这个案呢 不长 只要你把这个生前烧死死活烧死这个 定下来 因为我们要是说这个人 在一个火场上面 或者被人打啊 送上上吊啊 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个人 他为什么没有反抗 为什么没有活动 那要是因为不活动 只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让他吃药 睡着 昏迷 第二个就把脑袋打晕 打晕会看得损伤 吃药就是要靠你去化验 但是你把这两个排掉了以后 你们要解释它 那就有个问题 诚意 你的这个批判性思维 是非常需要的 特别好 非常需要 有人说我拍戏的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讨论辩论 你觉得你哪个角色更合理 我觉得就是说反正就聊嘛 我们最后说稍微一点点 这个不是说的火吗 对吧 你们有过离火特别近 离火灾特别近的时候吗 哦 有 我们之前拍戏有一次在横店 然后横店不是因为古装 老用到火道具 就浇点东西啪一下上来 然后我那会就坐在 那个灶炉旁边 然后呢蹭一下那个 一下就穿上顶了 我一看到那个火 我蹭就跑了 后来想了一下 我也不应该跑 因为我头发上很多发焦 在空气中 万一接触到了 我就嘶 我的头就烧焦了 事后觉得很后怕 水火无情 行将结束 第一课 我们的第一课 还蛮成功的 我觉得今天只是非常 九牛一毛 非常浅薄 要学的太多了 信念感特别重要 他们风轻云淡的说的知识点 但背后有可能牵动的 就是一个人 十个人 一百个人的人生 我觉得要对得起那个死去的人 要有敬畏感 要学的太多了 我觉得不仅心里要很强大 而且就像老师说的 情商也高 法医这个职业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他不仅要读的书很多 实战经验很多 还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心 我觉得他们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吧 我觉得法医这个职业的这些人 都每天见证的 这个是生与死的这个东西 那小情小爱的东西 都好像可以被他们消解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 燃起了那种 对生命的那种 你知道吗 那种是的是的是的 法医在我们的社会中 担任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 因为没有他们 我们无法去定论 我们无法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死 他不仅是对一个人的死 他可能牵扯到的家庭 是成千上百的家庭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存在 是非常重要 并且具有极大的意义的 就是来之前 就是带着一点刻板印象的 就觉得法医可能会要严肃 会有点吓人这个职业 跟接触下来以后 我发现其实的老师们 都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法医真的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存在 有很多所证是需要法医 来帮我们去证实的 幸福有法医这个行业的人 才能让更多的真相付出水面 谢谢 谢谢刘头 谢谢刘头给我们上了 这不是法医的课 是人生的课 人生的课 人生的课 谢谢小男女 谢谢 古语云 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共整年 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 夫妻关系是在非血亲关系里 最亲密的一种 为了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 法律对于婚姻关系 做了全方位的保护 民法典第1043条规定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 互相尊重 互相关爱 夫妻中任何一方 做出背叛对方的行为 都是对忠诚义务的违背 本案当中 妻子因为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 这种行为 本身已经违背了法律规定的 忠诚义务 采用了杀害丈夫的方式 试图来结束这段婚姻 这种行为 不仅在道德上要受到谴责 在法律上 也会受到应有的制裁 如果妻子真的认为 这段婚姻已经无法持续下去 她应该正确面对 他们婚姻当中所存在的问题 选择和丈夫协商 从而协议离婚 或者将这个问题 提交到法院 让法院判决离婚 好聚好散 最终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谢谢景賞 4 ou5 F 6 9 7 6